哈喽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牛逼的造型师Edison 哈喽 大家好 我是Edison 今天会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挑战 这个造型就由我们造型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今天的话主要是帮Steven做一个比较偏时尚大片的感觉 走90年代华尔街精英的一个怎么说呢 华尔街落魄精英 精英被炒鱿鱼了 就是这个就没成为精英 结果变成了一个失业的流浪汉 就搭配一套就是可能不是那么传统的一个西装 可能有一点点oversize 整体都是比较oversize 包括一点皮都是以oversize为主 然后呢今天造型的话呢 我们会给Steven做一个背头吧 因为Steven你看现在头发还是挺长的 你大概多久没有剪头发 不到一年 增加一些凌断的感觉 增加就是让他感觉在寒风中被又失业 然后呢又有点无助的感觉 然后对就这样子 OK Let's do it 对 我现在开始 我现在开始 明显这个平时不怎么呼呼啊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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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录一个采访来我们今天拍了十个小时啊就已经整个人湿透回来以后所有的衣服都已经不行了啊这很符合我们这个主题啊就是本身毕业了以后怀揣着一个美国梦想要找一份很得高望重的金融 工作但没想到呢今年实在不景气因为我还没有进华尔街就被人赶出来了那种感觉就很落魄 灵感还是出于今年的疫情啊就是觉得今年所有人都做什么行业都是比较艰辛的 很好那小伙伴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内容的 记得评价打分好不好一分到十分如果你们觉得喜欢的话那就给steven转发点赞加关注 教你一下叫一键三连一键三连 然后你就用力往上扔 一点都没有 谁比较帅 就是 我就突然间想不出名字反正就是亚洲能排的前三名的帅 以前有什么东西 真的 看看